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飞起来的写出一个程式 用棉花弹盖成的 噢 没有了规矩 没有了屋檐 写秋夜的现候顺序都听我指令 我在这里 能够放肆地吃炸鸡 什么声音在我脑里 转着转而不停 卷住着勇气 谁的挑剔 谁的不同意 大家翻个不停 冲着了决心 我和你 用拼命将到里的世界更分美 在无比的逻辑 只剩下一首歌 写给我自己记 想写一首歌 感觉要轻飘飘的小时 点一点脚尖就能飞起来的写出一个程序 用棉花当盖成的 啊 没有了规矩 没有了屋檐长期 周月的先鸿顺序都请我指令 我在这里 能够大声地说爱你 什么声音在我的脑里 转着转而不停 卷住着勇气 谁的挑剔 谁的不同意 翻牙翻个不停 冲着了决心 不管你 用拼命将到里的世界更分美 在无比的默契 只剩下一首歌 谁给我自己听 巴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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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ve 想 сер 想 SAR Meth 在我的腦裡 转壓轉過不停 陣 Version有著勇氣 詩編和不隨意 放過不停 握錯的全心 不管你要比你讲道理到实际更难没在乎你的目击 只想写一首歌写给我自己听 想写一首歌感觉要轻飘飘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百事TV最好的舞台原创真线场随处接舞台 接下来让我们把朱主爱请到我们的访谈区 来 哈喽 有请小草 你好你好 很开心见到你 然后今天在现场能够听你唱歌 我相信很多现场的朋友跟我一样也是这样的感觉 我们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歌手朱主爱小草 很高兴 今天可以给你们表演 紧张吗 有一点 有一点对吧 站在舞台上 而且今天舞台非常的漂亮 是的 大家都说你是甜美小清新的代言人 哎呦哎呦 我今天一见到我说哇 大家这个评价真是太正确了 因为看到你本人让大家就觉得说如沐春风 谢谢我脸皮很薄 我受不起 当面这样夸是不是 那你看到大家对你这样的评价 你会觉得姐不是那样 还是说哎我还可以 首先很开心 谢谢大家对我这样的评价 对我确实是一个很喜欢带给大家快乐的人 很开心跟你一起聊天 你看一下子感觉我们今天这个线上演唱会整个都热起来了 也很期待之后的这个歌曲 当然了我觉得你到我们这个最好的舞台来 很多的朋友都在期待一件事情 你的那首标志性的歌曲 我们今天在歌单当中我好像是没有看到 是那有没有可能在现场来给我们轻唱一下呢 好啊那就轻唱好想你给大家啦 好 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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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很很就是很想知道 孤立孤立西北西北这些事 哦 孤立孤立呢 其实是在马来西亚我们很常用的 就是那个立很够对吧 就是非常的意思 就是我很想你 对很固很孤立就是超级超级想你 哦 那西北西北呢 西北西北是我们那边福建话 也就是跟闽南语很像啦 然后西北也是会表达非常注重的意思 所以就是非常真切 很多人其实不常常会把 好想你这三个字就挂在嘴上 也是不好意思说 可能跟爸妈呀 有时候也开不了口 对 所以其实这首歌要表达 就是非常直白 然后非常单纯的一种思念 哇 你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它 其实是给了一种反差在的 其实当时是有设计过的 嗯 因为你想说我们有些笑的 笑着在说自己心里面的一些心事的时候 那个样子是更加的打动人的 是的 当时的就是录音老师 就是跟我说你一定要笑着唱 所以我整个录音到录完了以后 笑到僵 就两个脸颊旁边都要掉下来了 从此以后标志性的笑容 永远就知道一秒钟就抬到那里了 是不是 你的笑容也很好看 就是让人觉得很有能量 就像你刚刚说的 你一直是带能量给我们的 嗯 那你有没有 就比如说我在看你在社交平台上发的那些照片啊 视频啊 你也永远是笑得非常标志的 嗯 然后永远的照片当中是带着那种鼓励人心的笑容 职业假笑 有没有一些小妙招可以教给我们 比如说拍照的时候应该怎么拍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的 来 小草老师 小草老师课堂时间现在就要开课了 你想拍出好看的照片吗 你想摆出一个非常给人力量的笑容吗 接下来 888 只要888 我打热线 好啦 我们来 好 首先我觉得笑容呢 就是不能让你让别人觉得你皮笑肉不笑嘛 所以笑容笑起来是要连带脸颊 到你的卧蚕 微微一弯 但不能太多 然后会很滑稽 对 就是笑起来 对 感觉你这两边的力量是往上的 不是往斜的 这样就会变成呲牙咧嘴 我跟你说这就是我的问题 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笑就是这个脸啊就宽 就这样过来了 而且会显胖 嗯 哇 但你刚确实有点凡尔赛就是了 也不是所有人都有你这么好看的卧蚕 你居然还说卧蚕 对 还有一个技巧我教大家 你看我侧面 看到区别吗 哦 就是这个喉头这个地方是吗 撞下巴消失术 直接下额 清晰到不行 下额线 对 所以 呃 像学生拍毕业照啦 证件照啦 然后全家福啊 嗯 教你们这一招就够了 挺胜 笑 舌头舌尖顶上额 嗯 舌尖顶上额 现在教的是什么呢 是圆图直出的技术 对呀 你不觉得很重要吗 这个 深图很能达 是生活技巧 而且一众朋友在合影的时候 这个也是非常要用的 对 你就是最出众的那个 因为你为舌头顶上额 谢谢小草老师 但是我刚刚觉得 我每次在看到你在社交网站上发的照片的时候 就会觉得 诶 她真的没有繁星式的吗 为什么会一直都这么开心 有 有 有 所以你遇到繁星式的时候会怎么调节自己 呃 就是如果很负面的时候 我的想法会是比较 嗯 以幽默来面对生活 面对那些负能量 所以很多这样的一个态度我都写进了25% 到这张EP里面 是 所以今天你看在现场我们这个板子上面 也是你一路走来对你一些影像的记录 嗯 我们接下来就通过这些照片来 嗯 我们回顾一下 嗯 那我们首先要来看到的 有一张你的自画像 是这一张 啊 其实在我们的眼里是属于比较甜美的 嗯 比较清新的 但是在你的这个自画像当中 你好像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诶 这一张画呢 其实是我当时写给我的上一张EP的 然后这一个呢 是写给一首歌叫想写一首歌 嗯 对 里面的画面 包括那个墨镜里面的事件呢 其实很多细节都有呈现在歌的歌词里面 嗯 而且特别我觉得 呃 很有特色的是这边的这一个 四叶草的一个小图案在当中 是 为什么会是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那是我的签名 哦 对 那是你的签名 为什么它是跟四叶草有关系 嗯 因为我以前的就是 呃 所谓网路用的名字 网名 对 后来出道也用呃 这个艺名叫四叶草 哦 对 对 对 所以大家叫你小草 对 小草 小草 就是由这个而来的 嗯 哇 呃 你刚才说到你是马来西亚的创作歌手 嗯 其实马来西亚有很多的歌手 嗯 嗯 都非常的熟悉 比如说吴云良品啊 对 比如说梁静茹啊 嗯 他们都有了非常好的发展 那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出来发展的 呃 其实我是真的没想过 嗯 所以我就一直相信其实音乐是有脚的 就是把你带到意想不到的地方去 所以其实说是我呃 选择要去哪里发展 更多像是这个音乐创作 这个 嗯 这件事 嗯 选择了我该去哪里 把你带到了这些地方 对 然后我也很感谢就是 呃 喜欢我音乐作品的粉丝们 就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呃 喜欢才让我有可能去到不同城市 跟地方然后真的见到他们 嗯 所以我觉得你刚说的这一点 特别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的歌名 嗯 叫做想不到吧 嗯 想不到吧 这首歌要跟我们讲的大概是什么样的事 呃 这一首歌呢 呃 非常推荐给你所有的好姐妹听 嗯 尤其是那个呃 最近伤心欲绝啦 嗯 然后旅创不听啦 哦 然后喜欢回顾过往啊 哦 受识很精准啊 对 你们就尽量分享给他们听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舞台交给你 我们一起来听 想不到吧 有请 嗯 嗯 啊 嘚嘚嘚嘚嘚 嘚嘚嘚嘚嘚嘚 sat 天完全一样 嘿我的宝贝 你的头超级大 像大西瓜 从今以后你就自由了 别太惊讶 没有你的世界会更大 想不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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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我只愿舍得离得开你吧 想不到吧 想不到吧 激活总是干不上变化 丢掉你送的廉价的玫瑰 不再为你心碎 嘿嘿我的宝贝加油好吗 好久不见 两年没见你变 对如此憔悴 嘿怎么不见 当时说我不配 大大妹妹 别说你依然会想念我 我会害怕 祝福你早日快到长大 想不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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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我居然舍得离得开你吧 想不到吧 想不到吧 计划总是干不上变化 丢掉你送的廉价的玫瑰 我再为你心碎 嘿嘿 显日宝贝加油好吗 想不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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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我如今多么自在潇洒吧 想不到吧 想不到吧 变化不来就开始计划 别再送她 脸颊的玫瑰花 用转心去爱她 嘿嘿 千人宝贝加油好吗 嘿嘿 千人宝贝加油好吗 百事TV最好的舞台原创真现场随处接舞台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把小草请回到我们的访谈区 我回来了 我刚才听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直刚想到你说的那些词 但其实你的这个音乐道路啊比如说刚才这首歌曲跟你当年的那个好想你好想你其实有差四年的时间 是的 在这当中为何题材会发生如此的变化 其实可能大家最熟知我的就是好像你这个作品吧 是 然后我也觉得非常幸运 对我有起起落落 然后也有创作时的低潮 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喜欢享受这个过程的人 创作你刚刚说到的低潮期 你会遇到比如说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状况吗 也会有瓶颈的时候啊 有时候写的歌并不是所有人喜欢的风格 有些歌曲很简单 也会有些人觉得哎呀不够复杂不够怎样 然后就每一个人的喜好审美都不同 重口难挑 对对对所以其实到后来就会不去管 别人是怎么想的 对然后尽量更多听自己的声音 一开始你在你会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 刚刚出道的时候多少会有一点点 然后会觉得哎 但是我当时觉得我其实只是在做我当时年纪适合的事情 以后我肯定会有很多更好的作品的吧 慢慢听嘛 陪我一起长大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照片 包括它代表的这首歌 其实是在好想你好想你之后 我个人是应该是最喜欢你的作品当中的一首 就是这一首 哎老公公老婆婆 对你看刚才你的自画像 然后再到这一张 我想问一下他们跟我说这两个都是你本人 是真的吗 是的是的 是差别挺大的 这两个当时化妆化了多久啊 哇好久 对因为 两个小时多 嗯 然后就是分别拍这两张然后放在一起 对是披合成的 是的 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因为老公公老婆婆嘛 然后本来是想说找那些爷爷奶奶的演员来帮我拍的 但是后来找来找去觉得也是不太对感觉 嗯 因为这一首歌呢没有卖点也没有设计 它就是一个关于我爷爷奶奶 嗯 真实这种永随不久的这个爱情故事 嗯 对所以我就把它这么简单的写出来了这首歌曲 嗯 所以我当时觉得除了我应该没有人能够驾驭这个角色 毕竟 毕竟你跟你爷爷奶奶还是长得像的 就科学来说就还要有一点基因关系 不然的话就会有带入感对不对 本来很感怨结果变成这样抱一抱 这一张呢这一张也是 嗯 这一张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拍摄MV的时候是 其实呃故事是说我回到过去 嗯 然后以不同的角色的角度 嗯 然后去看我的阿嬷公的爱情故事 嗯 对所以当我来到那个时候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异国风情的画家 街头画家 这个是街头画家 街头艺术家的感觉 是的 你在那个里面还扮演了什么 嗯 还有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服务员 哦 嗯 然后这个呢其实 你看到有一个绿镜绿幕吗 对 因为当时在呃扮演那个Titanic You jump I jump 啊哈 啊哈 捷克 这个是爷爷奶奶他们去看电影看的吗 是的是的 所以我刚好在那个呃电影屏幕 嗯 就是出现 对 这个设计真的好棒 就是有影片设计进去 这个我觉得真的很棒 但是所有演这些里面 你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一个 当时演哪个角色最过瘾 我觉得 哎我真的很喜欢封面照 因为我觉得虽然它不像我以往的 以往都是哎呀要美美漂漂亮亮 最像我觉得就是很有意义了 嗯 所以当时其实有你有拿这首歌 在你的一个舞台当中来参赛 然后自唱自唱 对 我觉得那个那个样子到现在还记在我的脑海当中 谢谢 因为印象非常深刻 我觉得这么一个甜的女孩唱出老公公老婆婆 然后我们再去了解发现说这首歌是他爷爷奶奶 就是一个亲历的爱情故事 嗯 可能更加让我们有代入感 但唱完这首歌之后 应该很多人跟你说被感动到了吧 嗯 是的 我其实真的没有想过 嗯 对但得到反馈我觉得 看来大家也很有共鸣感啊 你知道在这首歌当中 我最喜欢的是哪一句歌词吗 嗯 你猜猜看 嗯 我猜 我猜跟我一样吧 我最喜欢爱我就不准一个人先走 哈哈 来 我们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你 因为我觉得真的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 才知道说这一句有多重要 嗯 我们来把舞台交给你一起来听这首老公公老婆婆好不好 谢谢 有请 哎呀呀呀呀 时间把腿跑到哪里 只记得你爱我就行 我去 我去 哎呀呀呀呀呀 时间把腿跑到哪里 只记得你 好 爱我就行 老公公 你是老公公 老婆婆 我是老婆婆 我们要漫步走走 走到崖全都掉落 老公公 你是老公公 老婆婆 我是老太婆 我们要不愿不熟 爱我就不准一个人先走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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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 香 濃稠 居然的小镇路口 我们渡过多少个午后 什么都没再做 猜过了多久 虽然我不太念旧 但你走了以后你乘风偶尔会想起我 哎呀呀呀 时间把腿跑到哪里要记得我 爱你着心 老公公 你是老公公 老婆婆 我是老婆婆 我们要漫步走走 走到亚全都凋落 老公公 你是老公公 老婆婆 我是老太婆 我们要不眠不说 爱我就不准一个人先走 老公公 你是老公公 老婆婆 我是老婆婆 我们要漫步走走 走到亚全都凋落 老公公 你是老公公 老婆婆 我是老太婆 我们要不眠不守 爱我就不准一个人先走 哦 爱我就 请你一直在我心中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百事TV最好的舞台 原创真现场 随处接舞台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把刚刚唱完歌的朱主爱 请回到我们的访谈区 来 有请小草 哈喽 哈喽 你好 你好 请坐 今天其实我们一直都在根据照片来聊 你最近这些年的变化 其实刚才我看到这些照片当中 有一张是我第一次看到 就吸引了我的目光的就是这一张 其实从这张上面来说 不管是从造型还是风格 还是你拍照时候的情绪来说 都还蛮不一样的 因为这一张专辑是非常来自内心对话的一种感觉 是 对 所以拍了很多官方的那种 后来发现其实不太合适 结果就选了这个是当时我在调整头发的时候 就觉得挺有意境的 也挺适合就是这种很很写白 然后很坦诚的一张封面照 是 所以这张并不是说你拍了很多的那种成片之后跳出来的 那种成片全部都觉得不是那味儿 好 所以这张其实是花絮照 严格来说 而且我看到在这张专辑 它很有心的是 在它中间放了一个感觉 loading的那个样子 对吗 这个你当时想表达的是什么 因为如果好像人生 我们能活到100岁的话 那25 我今年25岁 可能25岁有一点彷徨 然后又觉得也不太老 但也不太小 就是卡在中间挺尴尬的这种感觉呢 我都把它写到里面去了 对 所以我觉得25%这个名字恰到好处 是 那这张专辑里面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首歌 就是你自己私心最喜欢的 其实手心手背都是肉 对 每一首都是自己不画出来的 对 嗯 如果一定要选的话 我觉得会是剩这首歌剧 是剩 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 是的 这首歌是你会在平时生活当中 或者说你刚做完这首歌的时候 会反反复复去听的吗 嗯 我觉得这一首歌是我真的 有一种很感慨的感觉 可能因为这首歌陪了我 度过当时内心最煎熬的一段时间 就像有时候你闻到一些味道 你会想起某个场景一样 赌物私人的感觉 对 对 对 这首歌对我来讲就有那个作用 嗯 对 所以刚才我们聊的这个是 你的25%的那个专辑封面 嗯 那在所有的这些照片当中 其实要说到花絮照的话 还有这里这一张 也算是一张花絮照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张照片它里面的内容应该是 嗯 这一个呢 是我们在创作这个窗的 嗯 那个录音工作 嗯 对 然后这一首歌呢 我是全程参与了制作这个部分 然后跟非常出名的吉他手 Flynn 老师一起来制作的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小工作 我也很好奇啊 就是当你坐在这个工作台上的时候 其实内心应该是会非常忐忑的 嗯 很忘我 其实是 我当时在做的时候 就完全已经沉浸在里面了 嗯 然后就很想把它一点一点的 刻画出来 成为我想要的样子 对 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比如说 你在外面听自己唱歌 嗯 然后你听几遍之后 会不会感觉到 哎 好像我们闻那个香水的味道 嗯 要再去闻一下咖啡豆 对 你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就我听几遍 好像我已经听不出来 这一遍和这一遍到底哪一遍更好 嗯 这个也是我在创作过程 会一直训练自己的事情 就是有时候听听听 感觉没什么区别的时候就停 停下来有时候会是更好的方法 是 就是要换换脑子 对 再调整一下就差不多 那会有非常纠结的时候吗 也会有 对 但是我自己的方法 像跟很多厉害的老师们合作的话 我很爱问他们 然后他们给我意见了以后 我会自己消化一下 然后再采用 嗯 所以25%这张专辑 你自己也有参与制作 嗯 做制作人爽吗 嗯 有爽也有不爽的地方 那分别来说说爽在什么地方 爽就是在于你可以操控 从最小的细节到你最想呈现的东西 每一个地方你都能够操控 但不爽的地方就真的太累了 好累 但其实也是很过瘾的嘛 对不对 是 因为最后发现这张专辑都是 参与了我很多自己的意见进去 比如说我录完这首歌就走 我其实根本不知道它是如何如何 一步一步被做出来的 而且这个时候学的可能比其他时候 学的更多一些 对吗 那以后还会想要去做制作人吗 就自己智慧的作品 好累啊 甩起来 但是会的会的 嗯 我觉得是不断地去锻炼自己的功力的 我觉得在修炼内功的一个感觉 对吗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 新专辑里的歌好不好 好 我们接下来有三首连长 一首是《圣》 嗯 还有一首是《没什么大不了》 和《伟文青》 是的 那我们就把舞台交给你 好了 好 有请 我们或许 默默不是我 带的消气中的借口 是非三穿后 指引我回家的球口 不想中途长包厕所 你很想的我 却想不懂我 不管不是面 带微笑中了就不同 而是开始学会 爆炸自己的伤口 不用懊慰我 不用戴上感同伸手 若只想拯救 变身冲就输该走 No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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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只剩下我 No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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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还剩下我 人情变得 我都听 心跳被我探讨着过去 黑白和色彩显得格外的鲜明 隔壁的坚持保持不清醒 阁楼的网络装修不尽 我藏在 手标真空包装里 呼吸 寂寞不是我 带在消息中的借口 是在山川口 指引我回家的出口 不想中途长包厕所 你很想的我 却想不懂我 我管不是面 带微笑中了就不同 从而是开始学会爆炸自己的伤口 不用安慰我 不用带上感同身受 若只想拯救 变身冲就输该走 No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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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只剩下我 Nobody No Nobody Nobody 时间还剩下我 你在这里 在我看过不得多 Nobody 时间也在 在哪里 i result 你才算了 我自己来称为 有一个 你自己说实学会 你自己说实的 我自己做得很好 你自己做的 微笑的烦恼 笑到足以让我 侧夜流泪难熬 就是超胆抖演不了 却以外剩下却非要 没什么大不了 没没没什么大不了 就是碰巧贪恋上你清晨的笑 睡觉不见实际打斗过于美好 就像七月爱上堆积 一生憧憬陪伤的拖鸟 没什么大不了 没没没什么大不了 难道我能比你 比我到天荒地老 你不许还我 也只是刚好 没什么大不了 白头偕老孤独中老 没太早死就好 没什么大不了 所以真的不用太可逃 没什么大不了 没没没没什么大不了 不惜正常就还好 睡觉能醒来就好 爸妈还在就还好 咋样会成长就好 你快乐我就好 没没没什么大不了 所以敢时改掉想念你的皮好 让你深略尴尬不实力的微笑 你在我心里也不过是品味时期的重量 没什么大不了 难道我能比你 陪我到天荒地老 你不喜欢我 也只是刚好 没什么大不了 白头偕老孤独中老 没太早死就好 没什么大不了 所以真的不用太可逃 没什么大不了 没没没没没什么大不了 不惜正常就还好 睡觉能醒来就好 爸妈还在就还好 太阳会成长就好 你快乐我就好 没没没什么大不了 这些东西去的 tail Yi g 你很渐渐不aver 没什么大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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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惜正常就还好 睡觉能醒来就好 心爱就好 爸爸还在就还好 太阳会升降就好 你快乐我就好 妹妹没什么大不了 一个人的风间 白色的不尽 和一只猫笑语 散步在无人知晓 和小声子里 是不是吻着空气 你说你习惯听唱 这也是人情 偏爱听文艺的歌曲 风和云烟海地区 迎天和风铃 淡然也描写无敌 你与我 就像万语 很少不一臣的关系 其实笑话也值得 被时刻提起 写一首温情的歌给你 并不是什么大难题 总比那不曾惊醒 就在情报里 但你爱上我容易 写一首温情的歌给你 代表原谅 和我的心 是否去了藏旅行 背上了话语 穿过蜿蜒的消息 就能走到你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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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眼下荣幸泥泥 仍在寂寞里 浪花剪出你的躲起 原谅我过于世纪 又不解风轻 不明白你的失忆 当我有比平骨干清澈的眼睛 还有颗爱你的心 一个愿意伴着你 用素的勇气 去感受人生何不易 你与我走向万语 暗伤不一程的关系 其实逍遥也值得 对时刻提起 写一首温情的歌给你 梦不是什么大难题 总对那不曾清醒 住在情报里 但你爱上我容易 写一首温情的歌 我陪你 带到月亮和我的心 是否去了残旅行 悲伤了花语 穿过蜿蜒的消息 就能找到你 接下来让我们赶紧 你把刚刚唱完三首歌的小草 请回到我们的访谈区 来 有请 回来啦 好过瘾啊 一口气听你唱三首歌 而且我觉得听完你的新专辑当中的歌 在听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你的专辑的风格来说 或者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封面的不一样 你连演唱方式好像其实也有做了那种明显的区隔 有吗 有 就会在制作过程当中 还是说在唱的时候自己就有那个构化 因为其实这张专辑收录的就是这个氛围 我就是想要把自己内心的这种想法 完全很诚实 像打开日记一样分享给大家 因为之前的歌曲可能大家习惯 就是很甜美的声音 或者大家所谓知道的很假 但我觉得什么样的作品 就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诠释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对的好的作品 你看 刚才这段话特别像是制作人说的话 没有 就你感觉这个身份在转变在跟我聊天 歌手感觉就是我就只管我自己想怎么表达 而制作人知道的是每一首歌适合什么样的表达方式 对不对 那我有点好奇 刚才你说的就是用那种非常甜美的声音 如果唱没什么大不了的话 会怎么唱 就会很欠答 也太直白了 因为这首歌它是那种颓颓的感觉 就用黑色幽默来吐槽自己 明明发生很糟糕的事情 但是就是要硬着水皮子 觉得没什么事 而且很直接的在歌词里面就是没什么大不了 对 那如果现场我有个小小的 你不要打我 哈哈哈哈 我们一定要面对镜头来唱好不好 我觉得这样更大有冲击力 好 你面对镜头唱给熟悉你的朋友听一听 来 三 二 一 准备 没什么大不了 没没没没没什么大不了 呼吸正常就还好 太阳灰神将就好 没没没什么大不了 我的心 我的心已经开始僵硬了 你果然你刚才说的就是 你知道刚才你用这个声音来唱 是不是我也起了鸡皮疙瘩 就你刚才在舞台上唱的时候呢 我倒是觉得还蛮抚慰人心的 但是你刚才用这个甜美的声音来唱的时候 我心里面OS就三个字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 你知道哪三个字 你来啊 你来试试啊 就有一种说没关系啦 就这样 但是我心里想说好 你讲的倒是轻松 所以你看一首歌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来 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接下来就有个挑战在等着你了 你看我手上现在有拿一张纸 需要你用那种甜美的声音 和你唱没什么大不了原版的那种声音 两种感觉来念一段绕口令好不好 还有 绕口令是你的强项吗 不是 你看我的这个都不标准的普通话 那接下来的这一段 我觉得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段 它已经完全地变化成了 就是非常之前红的网络用语 还恳请各位在观看的观众 请不要 请多包含 请多包含 我想问一下你知道大西级是什么吗 你看 是吗 咱们就是说说绕口令之前得知道它是什么 西级 对啊 小松鼠知道了 小松鼠 小西级 小狮子 对 所以它就是让你很难读的那种读音来读它 我好像很以前的时候有听别人念过 第一遍呢我们用甜美一些的声音 第二遍呢我们用就是你新专辑当中这种改变以后的这种风格来一遍 好不好 先来个正常的咯 好来 嗯 动物园里有大西级 小松鼠 小脑虎 梅发怒 小妇女 小海童 发蝴蝶 大鸡鸡 小飞囊 长锦怒 大斑鞋 大斑鞋 我天呐这个 哈哈哈哈 小小白鞋 嗯 鸵鸵 对 大带鞋 大熊猫 大鞋 大鲤鸵 大鲤鱼 刚刚大斑鞋在哪里啊 哈哈哈哈 大 等一下我怎么没有看到 小大哦 大斑鞋 大斑鞋是什么东西啊 大螃蟹啊 是不是全都对 哇好气啊 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 谁现实中这么说话 还有这句就是感觉 他在冲着你说什么大鲤鱼 对 妈人一样真的想不太好 接下来 我们带着丰富的情感 有请小草 三 我们甜美的哈 甜美的来 三二一 走 动物园里有大狮子 小松鼠 小鸟 小鸟 梅花怒 小虎女 小鸟 小鸟 大蝴蝶 大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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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白鸟 大鸟 大带水 大小猫 大鸟 大鸟 哈哈哈哈 你刚才 我又来了 到中间的时候我想请教一下是哪里的方言 就是那种 我都不知道了 就带着一种口音的感觉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确实啊 你说动物园有大西几的时候我心想说接下来哪个动物园要是聪明的话把你这段剪出来 可以拿一张宣传片 期待就不要 还是不要 大可不必 我只是来打歌的也不容易 哈哈哈哈 好 刚刚挑战完了这段这个绕口令之后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照片 好啊 我想问一下刚才我们这轮其实都有点花絮照和生活照的感觉 这一张是没有你的这个人像在当中的 它只有一扇窗户 这一张是什么时候拍的 嗯 这是一个意境图 也就是代表肯定跟待会要唱的作品有关系啦 那想必应该是那一首窗 没错 可不可以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窗这首歌 就是可能大家都会常常听到的 当你心情低落的时候就会说 哎呀没有关系啦 上帝关了你的窗 关了你的门 自然会给你开闪窗 听一两次还好 听久了你就会听烦的 嗯 那很烦耶 为什么生活老是要这样子给我们不停的添堵 嗯 那为什么上天 就一开始别把我的门堵上就好啦 干嘛一直给我窗 一直给我一直给我 烦不烦呢 然后这一首窗呢 也是希望每一个人听到都会找到自己不同的答案 所以这首歌没有答案的 嗯 这个窗户你看它是关着的 对不对 嗯 我们刚刚说了经常会问说老天爷给你关了一扇门 一定会给你开了一扇窗 嗯 但像你刚刚说的现在很多人也会发出一样的疑问 嗯 到底给我开了哪扇窗 对 我怎么还没看到 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那接下来我们就在这首歌当中来告诉大家答案 好吗 接下来我们把舞台继续交给你 有请 耶 上帝 别再给我一扇窗 你本可以让我狂 不堵伤 别再给我刺眼的勇慌 来看那狠心多久多久 回头上 别再让真场虚伸长 我的衣食会过命 红楼很烫 上帝 别再给我一扇窗 我需要的 我需要的是 我需要的 我需要的 我需要的是 我需要的是 一把枪 一把枪 我需要一把枪 一把枪 踏破 开与死的窗 一把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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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一把枪 穿过吹丝的心疼 听那绝望重处的颂扬 像哑巴的高唱鱼儿红浪 上帝别想我彻底忘 我需要的事 我需要的我需要的事 我需要的事 一把脚 一把脚 我需要一把脚 拨破干碎的窗 一把脚 一把脚 我需要一把脚 穿不吹丝的心疼 我需要一把脚 抹出江心安放 河来长在立下 总还要一扇装 可别那么那么那么 那么紧张 一把墙 一把墙 我需要一把墙 打破盖子的窗 一把墙 一把墙 我需要一把墙 穿破吹死的心脏 上帝 别再给我一扇窗 你总可以让暖光 不多伤 唱好了 微笑 唱好了 唱好了 你还不客气 她给你带着 你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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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留在连环的噩梦 冷风如人刺创我 负刺我的执着 现实踏避着我 赶紧走别停留 却又只给了我 无尽头的黑洞 我像只被俘虏的鸟 被你牵着彼此走 请你把我还给我 反正都注定遍地 铃声齐了一拳说 只剩只配而铺 像自己的火草 也许一切在泼泼 成就之后都明亮 那也不少不尽的 是我与倔强 海语心爱 海语心爱 在泰北 Hazy night Hazy night On Sunday Hazy night Hazy night In Taipei Hazy night Hazy night My self and I 现实踏避着我 赶紧走别停留 却又只给了我 无尽头的黑洞 我像只被俘虏的鸟 陪你牵着彼此走 请你把我 还给我 凡尘都注定遍地 铃声齐了一群霜 就像只配而铺 像自己在火草 也许一切在泼泼 不成就之后都明亮 那也不少不尽的 是我 越倔强 Hazy night Hazy night Hazy night In Taipei Hazy night Hazy night On Sunday Hazy night Hazy night Hazy night In Taipei Hazy ni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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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aipei Hazy night Hazy night Hazy night On Sunday Hazy night Hazy night In Taipei Hazy night Hazy night I'm still gonna die 上微博参与最好的舞台话题讨论 看原创音乐系列线上演出 一起感受原创音乐魅力 聊天逗图就用闪门表情 所有的这些歌的歌词 都是你的个人经历吗 独家社交媒体平台新浪微博 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新浪新闻 天意视讯 中华万年力 闪蒙 华语之声 虔诚无忧 成果娱乐 智娱 爱斗 环球在线 影视聚焦 叫九阶的意思 可能给你衬衫啊 可以给你披个衣服啊 这个歌名难道是你的理想型吗